内翠军官透过八倍镜 看见远处走来一支铠甲军团 本以为是耳朵出现了幻觉 可定眼望去 只见无数战马飘在半空 个个身穿三级甲头戴三级盔 手持长矛大刀整齐列队 但诡异的是他们身体仿佛被掏空 里面竟没有丝毫血肉 当号角吹响之时 整支铠甲军团也发起了冲锋 朝着内翠阵地缓缓逼近 慌张的士兵非常慌张 向军官报告见鬼了 不料却被臭骂一顿 现在是21世纪 一定要相信科学 随即命令做好战斗准备 面对近在咫尺的铠甲军团 军官一声令下 几时赶加特林朝前方疯狂扫射 虽然打得铠甲千疮百孔 但并没阻止对方前进的脚步 军官慌得一批 命令士兵继续开枪不要停 又经过几分钟的持续输出 终于有一名铁人停下脚步 摇头放脑使劲拍打脑门 接着取下头盔倒出两斤子弹 军官一脸懵逼 机箱手下的当场开溜 有不幸邪的士兵上前查看 却发现这明明就是一具空壳 里面压根连个毛都没有 不料他刚放下盔甲 就被老六一脚踢中了要害 还有人撞着胆子与其正面硬钢 结果却被耍得团团转 甚至差点脑袋开花 士兵气得瞬间上头 眼看对方骑兵杀到 他二话不说扔出一枚手枚 爆炸过后铠甲被炸得吸碎 可没等开心两秒 更诡异的荧幕出现了 被炸碎的台甲竟然自行恢复成原样 吓得士兵当场懵逼 接着无数射手搭弓射击 很快战斗进行到关键时刻 面对这些根本打不死的怪物 内粹士兵只有逃跑的命 这时天上出现一个骑着扫把的大婶 台甲军团竟全都听从他的命令 原来大婶是一名实习女巫 当听说内粹要进攻小镇 准备尽些绵薄之力 可他自知法力上前 于是带着孩子们乘坐万能飞床 没料对方由于经营不善使得学校倒闭 自己还沦落街头成了魔术师 当大婶表明来意后 校长显得十分震惊 因为他压根不会什么魔法 所谓咒语都是从一本剪刀的古书上抄来的 可万万想不到大婶竟学会了 并且还运用自如 为了得到书中最强大的生命咒语 校长带着几人来图书馆找到馆长 可查阅古书并没发现咒语的单词 只注明他刻在一个星形徽章上 而徽章就藏在一座小岛里 于是他们再次启动飞船 前往传说中的神秘小岛 经过长时间的自由落体 飞船扑通一声落入海中 他们在这里见到了会说话的鱼 还有其他许多可爱的海洋生物 可正当几人开心地唱跳rap时 一只巨大的鱼勾下的小鱼们似色而逃 接着精准勾住飞船 迅速把它拖出海底 此时沙滩上一只熊大猛的一甩勾 直接把飞船吊上岸 当得知几人要见岛主 熊大也立刻在前面带路 不料刚到岛主家门口 就听见对方在屋内发火 校长却显得异常自信 随即进屋准备搞定对方 没多久他和一只狮子走了出来 校长和狮子勾肩搭背走出屋子 原来他正为球赛找不到裁判而发愁 不料校长毛遂自荐站了出来 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 忽然女孩出言提醒 狮子脖子上的心形徽章正是他们此行目标 为了不打草惊蛇 几人决定等球赛结束后再寻找机会 当狮子隆重介绍完本场比赛的裁判 球赛也正式拉开了帷幕 黄队一上来就发起猛攻 蓝队却被吓得四散逃命 等带球来到门前 鳄鱼竟不讲伍德掏出一只耗子 大象被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 不料鳄鱼刚要起脚 又被豹子风中火火抢走了出去 就连校长的身体也瞬间燃了起来 此时豹子没吸附体一路带球过瘾 接着漂亮的一记传中给了队友 可当鸵鸟拿球后却开始原地蹦步 看着来势汹汹的黄队 他直接原地立幅 校长刚要吹哨犯规 就被一伙人踩成了人渣 此时场上争夺已经达到了白热化 队员们各个奋勇拼搏 队人不对球 校长也在双方的争夺中遍体一伤 看着足球像乒乓球一样 被两边守门员弹来弹去 狮子忍不住驶出了河东湿吼 随着一阵十八级狂风刮鼓 所有人全被吹进了球门 当干瘪的足球缓缓飘落 狮子轻轻松松赢下了胜利 此时校长吹响比赛结束的哨声 他终于知道为啥没人愿意当裁判了 随后趁着给狮子穿衣服的机会 校长成功拿到徽章 接着向对方辞行 等狮子发现东西被调包 他们已经乘坐飞床回到了家中 当大婶念出徽章上得到的咒语 鳄鱼皮鞋近诡异地动起来 并随着他的手势翩翩起舞 此时大批奈粹士兵攻入小镇 他们为保护家园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看完这部影片 我明白一个道理 所有妖魔鬼怪都是封建迷信 相信科学理性看待魔法